嗨 大家好 我是小智 创意的亮肉白菜卷 让最平凡的大白菜也能变得高大上起来 如果家里请客吃饭 做这一道菜一定能让客人占不绝口 洗干净的白菜 把白菜帮比较硬的头部吃掉 用叶子包肉 而帮子也别丢 用来活现会有种脆脆的口感 猪肉最好选择有肥有瘦的 口感会最好 再搅打成糯米备用 还有香菇和木耳泡泡后切碎 白菜帮子也切碎一同和在一起 再来调个味 适量的盐 两砂生抽 一砂蚝油 两砂料酒 再充分抓匀备用 烧一锅开水 加一点油和盐 可以让蔬菜保持趋势的样子 白菜我们超个几十秒 让它发软 再捞出来沥干水分 放到味凉后我们取一张叶子 乘适量的肉馅放在叶子上 根据叶子的大小 我们可以四周对折 或者对折后卷起来 卷好后我们铺在碟中 然后再准备下锅蒸 隔水蒸个大概十几分钟 期间会蒸出很多水来 而这些水我们可以用来调汁 盛煮后把锅洗净 锅内倒一点油 放一把蒜蓉小火炒香 再倒入白菜的汁水 加一点的生粥和蚝油调味 再来一点的水淀粉够个芡 煮到笼轴后 我们撒点葱花 小米辣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均匀的浇在白菜之上 美味集成 有荤有菜的均衡营养 一口一个的口腹饱满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吃什么 那亮肉白菜卷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啊